这次发去评级的三个大宗通宝 损失还是蛮大的 有两个进合了分数不理想 还有一个原必退回不适合评级包装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两个进合的大宗通宝 它们的品种 版别是倍上时 个头都比较大 一个是45.7 一个是44.3 然后这一个它的评级分数是7506 06就表示这个大宗通宝 它的编道有颗泵 这个分数给的还是相当严的 像这种分数 基本上这种大宗通宝的话 它就卖不上价了 像这种大宗通宝 如果是灌装的美品 在收藏市场上面至少都是一两千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 同样这是一个大宗通宝 倍上时 这个分数是每78分 然后后面跟了一个03 03就表示这个大宗通宝 它有露眼或者说有修补 像这种有品项问题的钱币 它都是要掉价的 非常的可惜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第三个 这个它是原币退回 不适合平级包装 应该来说 这个它是最可惜的 因为像这种品项的大宗通宝 被食欲 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大几千一个 那么这个 它没有进和 给出的结果 是原币退回 不适合平级包装 也就是说 经北京公博总部 鉴定 它是一枚假货 也就是现在的房品 这三个大宗通宝 是一个朋友 花了八千块钱 在收藏市场上面 买到的裸币 然后一起发到 北京公博总部 进行评级鉴定 虽然说 这两个大宗通宝 被丧失都进和了 但是分数上面 非常的差 证明品项上面 也是有一点问题 基本上 好像这两个大宗通宝 都卖不上价了 然后这个 评级是一个假货房品 按工艺品的话 像这个大宗通宝 最多最多 也就是几十块钱一个 这么算下来 这一次八千块钱 买到的三个大宗通宝 可谓是损失惨重 那么我们在收藏市场上面 去买这种 价值比较高的钱币的时候 价格比较贵的钱币的时候 首先要仔细辨认 它的增价 其次在品项上面 我们也要多注意 有没有裂漏修补这种大毛病 也要仔细的看 有没有编到 科梦 还有注缺 还有就是 有划痕 划伤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品项 影响到 他们的价格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我是华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